离谱 离了大谱 胆小姑也能这么强 众所周知 原版胆小姑从僵尸出现到靠近 只能打出240点伤害 当僵尸靠近后 会像鸵鸟一样把头低下来 然后被僵尸吃掉 可怕 但是在多才多艺的魔改作者手里 胆小姑从土地攻进化成战斗圣佛了 嘿嘿 不爱 首先是GK版 光看GK版胆小姑的外表 就知道它很哇塞 价值100阳光的胆小姑 有10%概率连射 胆小时召唤一个魅惑路障僵尸自卫 重点是这个魅惑路障僵尸 一瞬间魅惑了全部僵尸 是不是很强呢 第二个就是一板支线了 价值150阳光的一板支线胆小姑 已经彻底超神了 不仅能快速二连发袍子 还会大概率射出黄油 对付一板支线胆小姑的方法 只能靠尸海战术了 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在僵尸靠近时 胆小姑会变成坚果墙 传说中的能控能打能抗的神级植物 第三个登场的是圆问号板 圆问号板胆小姑 价值125阳光 它和圆板一样 会发射袍子攻击僵尸 但是当僵尸靠近后 会猛锤地面 地周围僵尸造成伤害 就问你强不强 兄弟你好厉害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